演艺史正在操控你的人生 你却称之为命运来源 柯云露空间原创柯云露 读者来信 柯老师 我走出抑郁了 明白就在一瞬间 以前不理解你书里 走出心灵的地狱家破译疾病密码 所讲的 疾病就是梦 走出疾病就是一面 以前好多次我都自以为我找到了那一面 终究那一面还是出现了 我闭上眼睛 思考宿命论的问题 我恍然大悟 任命不是消极的 也许选择不了命运 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的态度 闭着眼睛却看到一片光明 我很高兴 谢谢您柯老师 最近在读您的破译命运密码 我有一点联想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节 情节演变人格性格 由此每个家庭 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都有其情节演化人格 和每个人身上发生演变的道理是一样的 我好像理解了你说的一个人是社会 国家 宇宙的缩影 读者 玉米 玉米 你好 能走出抑郁 多么好的事情 柯老师祝贺你 你在信中说 一个人也许选择不了命运 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的态度 闭着眼睛却看到一片光明 这话说得好 你正在读破一命 玉米 玉米 我在这本书中通过一个个童话故事 解析了各种各样的人格 希望你能好好体悟 我很多场合都说过 人往往最能了解的是自己 但最不了解的恰恰也是自己 这话听来有些奇怪吧 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发现那些对自己 有着强烈支配和影响的情节 这是认识自我人格的先决条件 情节是一种能量 是一种动力模式 是心理运动的一个潮流 是人对外界事物应对的一个程序 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存在 是一生都在左右人的神秘力量 是连绵不绝的梦境 是驱动一个人行为的动力源泉 真正懂得这段话 明了自己心灵深处隐藏的主要情节 知道这些情节的由来 才能对自己人格的最重要特征有清醒的认识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有人可能终生在雾霾中迷失 也有人可能经一句点拨 而顿然开悟 认清自己的人格 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一把钥匙 祝快乐 柯老师2020年10月15日